另外一起意外发生在花莲县秀林乡水源桥头 昨天晚上八点多呢有一场车祸 这位先生疑似是酒后开着他的轿车 经过水源桥头的时候不小心撞上了桥头 造成了左侧车头凹陷 这位先生受困驾驶座动弹不得 后来警消来救援把他救了出来 结果他竟然高喊中枪了 好像吓了一大跳 黑色轿车打横停在桥头 仔细看车头前方被撞到凹陷 车门扭曲变形 挡风玻璃也都破碎驾驶 被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要往四十一了 经叫抵达现场出动器具将驾驶救出 看得出来当时情况危急 男子表情痛哭躺在单架上 受到不少惊吓的他还一度高喊自己中枪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先松一了 等待一下 经叫一旁安抚男子情绪 一边准备将他送医 不过他似乎被撞昏头 一直以为自己中担 因为头部都流满多的血 然后我们就从另外一个 顾驾驶舍门那边就会 原来7号晚上男子疑似酒驾 行进花莲县水源桥头时 不慎撞上桥头 导致当场被卡在车内 被救出时一度欲无伦次 我撞上了 不管是酒精作祟还是受到惊吓 所幸不是真的中枪 男子送医后也并无大碍 不过警方处理车祸时 的确闻到浓浓酒味 将进一步抽血酒册调查 肇事原因 记者 廖卫林 赵梅兹 花莲采访报道